随着插件的数量越来越多 安装插件、管理插件 调用插件的防锁过程就越来越大了 为什么选择使用自打云? 插件管理器的出现就帮助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邮箱最新课程要采用自打云插件管理器 插件即时搜索即时使用 在自打云我们可以通过搜索栏 直接搜索到想要的插件 并马上下载到自打云中 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自打云中快速搜索到这个功能插件了 即时搜索即时使用 登录记最新自动更新插件版本 SU插件经常更新 如果不及时更新版本 会在新版本遇到使用不到的情况 使用自打云 登录的时候就会给到你刷新到最新的版本 登录记最新 插件云同步 我们都有一套习惯的使用插件 例如插件都在公司电脑 在别的电脑使用的话 插件不同步 经常重新配置安装会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通过自打云 我们登录的时候会同步我们的账号的所有插件 插件的使用习惯随着账号云端同步到所有的设备 下面讲一下如何安装自打云 我们在优向官网找到自打云管理器的页面 提交表格 在弹出的界面中 扫码登录 这样就完成了自打云的安装了 工具栏介绍 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到视图工具面板 把自打云的界面的工具条掉出来 工具栏有两个功能按钮 左边是掉出自打云界面 右边的是进入自打云的支援库 在线下载模型 材质 插件等支援 在Windows系统中 我们对菜单栏右键 来调出自打云工具栏 我们把工具栏呢 吸附到顶部进行固定 特别的是 在Windows系统会额外多了一个 切换全屏的功能 在全屏模式下呢 后面看起来就更大更专注了 下载安装云插件 我们点击右边的图标 在搜索栏输入要搜索的插件名称 点击进入插件详情页 这里点击立刻安装 这时候会提示我们把插件添加到分组 因为我们还没有分组 所以是默认分组 第二个是 是否开启自动加载 意思呢是启动 是SU的时候呢 就启动这个插件 如果我们没有特殊的要求 这个插件一定要自动加载 都选择否 之后呢我们点击确定 来安装上插件 安装上之后呢 我们在默认分组这里 看到刚刚安装的插件 我们点击插件 会展开插件下的所有功能图标